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短 但是其中涵盖的精辟语句和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 都能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到二战前夕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 因而导致后面一系列悲伤与愤慨的事件 本书以16世纪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克伦威尔的视角进行描写 描述都夺王朝下的机关算计和腥风血雨 其中涉及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和王权奠定等英国历史大事迹 在作者笔下的克伦威尔和历史上给众人的印象大不相同 但透过作者细腻的描写让读者能从另一个角度了解 克伦威尔从艰辛时期爬上权力尖端所付出的机制和谨慎 以及站在多个立场下的无奈与勇气 而由于本书涉及的层面较广 直接阅读的话 或许会因为缺乏相关知识而丧失兴趣 因此建议在阅读前先搜寻一些历史概要 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有被改编为影集 拍摄场景有格洛斯特大教堂和拉考克修道院等等 因此有兴趣的读者 也能以此为观光指南 来趟风味浓厚的历史之旅 珊奇疯子被誉为日本文坛三大才女 本书描写从小生长在美国 拥有日本血统的主角在面临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 所遭受到的身份认同问题 以及受到歧视的无助 最后甚至在参加东京审判时陷入自我迷失而摇摆不定 极有层层逼迫和令人无奈的选择 作者一步步地将主角的心境逼入困境 而这令人难受的窒息感 相信能让读者体会当时身处于那个时代中人们的阴影 此外 本书也被NHK改编为大河剧山河燃烧 而人气男演员小丽巡也在多年后出演翻拍日剧 若是想要借由真实感十足的画面了解二战情星的人 则绝不能错过 不过要注意的是因为作者一五一时的描述使得本书的走向并不难猜测 因此期待惊奇感的读者或许会有点失望 不过实实在在的内容对于想要以不同角度认识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将是不二选择 故事背景设定为鸦片战争前的本书 描述一艘原本作为承载奴隶的大帆船 在变成装载鸦片的贸易货船时 也成为了许多孤苦无意落难者的归宿 而在前往摩里西斯的途中将掀起令人不可置信的波涛汹涌 除了透过作者精彩的文笔和透彻研究 让读者了解到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外 登船者的角色多元化更展现出在过去的封闭制度下 被迫加缝求生的痛苦 且作者巧妙地将文字和语言做出隔阂的手法 也使看似单纯的文字充满生命力 表现出阶级制度和被殖民的悲哀 而作者所设定的舞台之大 不仅能让读者仿佛搭上帆船漂流在大海上 也能一窥当时的加尔格达街道和中国买卖经商的场景 见证人性或残酷或宽容的动乱年代 本书以主角回忆录的方式描写二战时 被日军侵入的马来西亚所遭受的悲痛 其中一对姊妹被分别抓弃成为为安抚和挖矿的劳工 但是他们靠着奖向力和彼此间的心灵扶持 在脑海中规划了一座漂亮的花园 最后独自逃脱的妹妹云林打算将花园付诸成型 因此成为了日本原艺师的学徒 在面对与昔日敌人的朝夕相处和意想不到的失踪事件 迫使主角一步步地唤起过去不堪的回忆 在大多数以欧洲立场为主 描写二战的作品当中 本书却深入马来西亚的历史 道进战争的煎熬与种族对立 且作者运用了原艺和花园的力量 将优雅之性相入其中 使小说增添饱满度和美丽景色 即使降低哀伤情绪 也能随着主角的释怀获得心灵上的抚慰 此外 由台湾导演指导所改编的电影也相当值得一看 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 不在少数 但是本书有别于其他小说者 重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 而是在黑暗中照亮出一线希望 故事内容描述生在法国的一对姊妹 当面对凶猛的战火时 他们以各自的选择勇敢地守护他人 并帮助许多孤苦无一的生命 而其中奋力抗敌 拯救多名无辜性命的妹妹 则是作者以一位二战中的真实人物为原型 令读者不禁为其情操动容 书中除了以战争的悲伤和情感拉扯贯穿全文 也将心情间的羁绊和信念 爱情的坚定与勇气注入其中 并且更是少数以女性英雄为主角的小说 强调出看似柔弱 却怀抱着坚毅无畏胸怀的女性面貌 在多数以男性为主角的历史小说中增添全新风采 本书时间场景坐落于20世纪初的莫斯科 并描写一名遭逢巨变的绅士 以独特的人生法则和生活观 让他在艰困环境中达到心灵上的自由和满足 虽说本书是由美国作者撰写过去俄罗斯的动荡时期 但是并未出现任何历史漏洞 反而将俄罗斯的历史 美食和地标等等完整地融合进故事中 使读者能获取许多俄罗斯的相关情报 而虽然本书被归为历史小说当中 但作者却不单单局限于对于历史的描述 反而更注目于主角作为绅士的优雅淡薄 哲学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动心之处 因此透过本书不仅能畅游当时的俄罗斯 更能从书中的一字一句获得不同的人生启发 此外 身为本书重点场景的大部分饭店是真实存在于莫斯科的 因此有机会到莫斯科旅游的读者不妨将此景列为必去清单 作品中将时空背景 小说让读者能深历其境地站立在那风云涌起的年代 此外 作者除了运用多种巧妙写法 让读者能知晓二十世纪的历史外 其所勾勒出的小人物们展现的正义勇敢 皇室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 大时代底下的悲歌伤痛等元素 都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多种样貌和各色思维 而随着看似毫无关联的大小事 不断地交织在一起 最后一息爆发的意外真相 相信能让历史迷对此书爱不释手 本书将故事背景设立在西元前的罗马 但却与现代政坛有高度的记事感 以一位善于演说的潜力政治家开场 他透过演说时的万千风采 言此间的精巧操弄迷倒众人 获得权力之位 却为了继续往上爬而不惜背叛同阵营的伙伴 本书由被称作当代最剧原创性的 惊悚历史小说家所书写 由于他本身经过记者 政治编辑甚至是编剧等训练 因此本书得以将历史 文化社会运作逻辑等元素编织的紧密相扣 精彩程度令人拍案叫绝 大部头的历史小说读来总有枯燥之嫌 然而透过通俗与历史的结合 便有机会打造一部完美华丽的大作 本书便将故事舞台安排在风华万千的威尼斯 并一手揭开纸醉金迷的交际花生活下 那隐米而腐败的辉煌年代 本书角色虽为杜撰 但文化背景 当代人物等皆可考证 在虚实之间的来回探究 更令真实历史读来特别有趣 加上故事中柔和红宝石诗 切案的悬疑元素 描述生动且情感深沉 有机会一改读者对历史小说的刻板印象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